就是今天会送的咖啡 到底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用会更划算 因为通常我送你一个35元的咖啡 你都怎么换 你都直接把它换掉 这其实蛮可惜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撇步 可能大家有在网络上常常在看文章 应该发现有人分享 就是说我送你的咖啡 其实你如果把它拿去小期做兑换 你跟他讲说不好意思 我的35元咖啡可以升级成 就是拿铁 比如说再加10块钱 他们帮你做升级之后 你先给他抵 我给你的序号 抵完之后应该还差10块钱 这10块钱 如果你用iCash联名卡来做支付 那么你就可以都拿到500点的open point点数 大概是在多接近2块钱 这样子还不错 目前在第一季有用咖啡做支付 然后有在多正点的部分的三间银行 第一个是第一银行 第二个是中国信托 第三个应该是台北富邦 所以如果你有这三间银行的 任何一张iCash联名卡 都很适合拿来做加码 就是加10块钱的动作 这个还不错 如果你收到是45块的小杯拿铁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做升级 比如说加10块钱变成大杯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换一些现脆茶的饮品 都可以 所以帮帮送你的咖啡券 其实是蛮好用的 因为你还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再多拿一些open point点数 祝我们好陪伴 然后再多拿一块钱变成大杯 然后再多拿一块钱变成大杯